很搭的那种方式 但是真正冬天来到的话 我觉得就像今天我参与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设计 我发现就是在羽绒服的上面很发心思 然后比如说有毛钉的设计 有一些绒毛的一些设计 然后还有一些很酷的很潮的logo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就很适合冬天去穿着 然后里边可以穿自己的喜欢的一些 简单的T恤也好 但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还是秋天 可以多一些层次 但是又不会很臃肿 近日某品牌在北京举行主题展览 人气偶像许卫洲 著名演员袁珊珊受邀出席 袁珊珊一起潮装闪亮现身 长袖逆珍连衣裙 搭配撞色背包的look优雅大方 裙子上五彩斑斓的花纹图案十分抢眼 今天穿的这身裙子是最新的秋冬款 上面的裙子因为我特别喜欢 比较颜色鲜艳的裙子 会让人心情很好 然后也很放松 裙子上面的一些图案 也是一些碎片的形式 新近人气偶像许卫洲 身穿该品牌最新款 星座主题图案西装 下身搭配简约黑色西裤亮相 帅气十足 引得现场粉丝们阵阵尖叫 它是一个马上去的 2016秋冬的 有太空元素在里面的一个搭配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 近日某品牌中国第一家典藏馆 在北京重装节目 著名演员郑凯庆龄现场 一身黑色西服搭配胸前钻石胸针 尽显身世魅力 经历才懂珍贵 长久才知幸运 正如品牌幸运草系列 所寄托与传递的美好寓意 与更多相知相遇的挚爱 幸运与共 兼证每一段爱的里程 在现场 郑凯分享了自己对时尚 及爱情的感悟和心得 并与道场的嘉宾一起热情互动 虽说钻石通常是女人们的心头好 但对于那些融合了时尚设计的钻石饰品 郑凯表示自己也会购买 男生也会啊 比如说男生耳钉啊 或者戒指啊 给自己买的配饰也会 近日某品牌微电影 首映里在北京隆重举办 代言人周迅和陈鲁玉小姐 惊艳亮相 引来现场欢呼一片 周迅身穿典牙小黑裙 演绎知性淑女风 周迅表示 这次接拍微电影 不怕黑三部曲 是被走心的剧本打动 对故事感同身受 聚焦眼神的拍摄 对她也是一次演技的挑战 周迅还唱谈了不怕黑精神 更是搬出了片钟 深深打动她的金句 让生活的不完美 变得温暖起来 就是完美 鼓励广大女性朋友 勇敢面对人生的黑 大家对这个广告词 可能就是会 有一种流星而发的感觉 比如说你 什么抱抱自己啊 温暖自己 才能温暖别人啊 对 然后年轻就是不怕黑吧 近日某国际品牌 在北京举行新品香水展览 品牌中国形象大使周迅 演员胡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